在2012年荣耀盼望之天马座行动主日信息中 日华牧师已经和大家分享过 Freemason值着1985年的电影《梅导未来》 隐藏他们妄想以控制时间来打败时间之神的计划 其实Freemason能够在过去的数百年 成为控制世界的王者 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控未来 甚至世界的走势 而是值着理解天上星授所预言的人类历史 在最适当的时间、地点 以最适当的方法 在所有时间之处的事件里面 顺水推舟地做最正确的事情 使他们能够得到所有成功的或言律 成为一帮地上最成功、最有钱 和最有权势的隐藏精英和王者 就好像电影《梅导未来》的第二集内容 大坚角Beef用偷回来的时光机 将2011年的历史体育连监送回去1955年 交给60年前年轻时候的自己 往后每一次赌博都能够胜出 成为了世上最幸运、最著名的成功人物 任何他想要的东西都一律随手可得 日华牧师指出 神在每一个时代所呼召的先知 亦是处于相若的处境 他们并不是有能力掌控未来 和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 而是神将未来的事 例如将会发生的灾难 预先告诉给他的先知们 阿摩斯书三章七节 主耶和华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博人中先知 在世人眼中 这些先知仿佛有能力呼唤出灾难 使这些灾难发生 但先知们其实只是负责颁布 而神则是有意以顺水推舟的方式 不单使世人知道是神掌管了将来 也令他们对神的先知产生敬畏 例如 尤华穆斯曾在2012年4月15日 所播放的《历史对PlanX的明证讯息》 例列中 分享到埃及 在3500年至3600年前所发生的十灾 包括水变血 青花之灾 跳蚀之灾 苍蝇之灾 束役之灾 创灾 冰雹之灾 蝗虫之灾 黑暗之灾 以及击杀掌子之灾 其实 这些都是由于PlanX 逼近地球所引发的一连串乎大灾难 但是神却利用这些事件 以纯粹推舟的方式 让摩西在每个灾难出现的前一天 预先向埃及法佬颁布灾难 从而使法佬和埃及人 都以为十灾是摩西导致 使法佬最终 愿意让所有以色列人 跟随摩西离开埃及 出埃及记 10章16至17节 于是 法佬急忙照了摩西 阿伦来 说 我得罪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又得罪了你们 现在求你 只这一次遥恕我的罪 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出埃及记 12章29至32节 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从座宝座的法佬 直到秘老 囚在监女之人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生畜 尽都杀了 法佬和一切神报 及埃及众人 夜间都起来了 在埃及 有大哀号 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夜间 法佬照了摩西 阿伦来 说 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从我民众出去 以你们所说的 去是封耶和华吧 也以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祝福 事实上 由于当时的法佬 是一名作恶多端的暴君 又以诡计 对待恩若塞 以待埃及有恩情的以色列人 法佬却意愿布德 逼使以色列人 在埃及围绕400年 甚至为了消灭以色列人 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初生男婴 所以 神以预知方式 在创世已先 早已安排Plan X 在这段时间来临 使埃及受到审判和报应 出埃及记 一章 8-16节 有不认识若塞的身王起来 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 看啊 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 我们不如用考计待他们 恐怕他们多起来 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 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 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 埃及人派督工的核制他们 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劳建造两座积祸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 越发蔓延 埃及人 就因以色列人受罚 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造工 使他们因造苦工局得命苦 无论是和例 是作尊 是作田加各样的工 在一切的工相 都严严地待他们 有戏白来的两个修生婆 一名斯佛拉 一名普雅 埃及皇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 看他们临盘的时候 若是男孩 就把他杀了 若是女孩 就留他存活 加上 神令将会发生的十灾 而一日都没有偏差的方式 让每一个灾 都在摩西向法路颁布之后 随即发生 使全埃及经历十灾之后 都因此敬畏和巨派耶和话 迫使法路 被全以色的会众都旷野示奉神 为神建立会幕和守折 出埃及记七章十九至二十节 耶和话晓以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象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 河 池 唐 以上 叫水都变作血 在埃及遍地 无论在木器中 石器中 都必有血 摩西亚伦 就照耶和话所吩咐的行 亚伦在法路和神布眼前 举仗击打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 出埃及记八章五至六节 耶和话晓以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象伸在江 河 池以上 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亚伦变身像在埃及的珠水以上 青蛙就上来 遮满的埃及地 出埃及记十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但耶和话使法路的心肝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 耶和话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像 使埃及地黑暗 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向天伸像 埃及遍地就乌克了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良光 时至今日 Plan X就如同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 再一次逼近地球 地球又会再一次发生如同十灾的大灾难 就是圣经启示录所预言的四马 七号 七满和七雷 明显这样 这个也是神以纯粹推草方式 感动日华牧师分享2012荣耀盼望信息 将每个灾难将会发生的准确地点 性质和程度 话比日华牧师 再一次从以摩西颁布十灾的情景 使全人类在神全面审判世界 以及让敌基督统治世界之前 有最后一次的得救机会 就是再一次出埃及 得救的人可以被提 离开这个将会被达成审判的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